用眼看世界,用新听新闻,这里是废典新闻 在立陶宛因欧盟要求对俄罗斯和加里宁格勒之间的铁路运输实施一系列限制后 俄罗斯点名警告立陶宛此举将对立陶宛带来严重后果 根据上周六欧盟决定对俄罗斯的新制裁 目前立陶宛已经关闭了俄罗斯与加里宁格勒之间的钢铁和其他金属材料的铁路运输路线 这使得俄乌战争的注意力第一次从俄乌境内转向了位于波罗地海之兵的加里宁格勒 俄罗斯至加里宁格勒之间有一条通过欧盟和北约成员国立陶宛的铁路 俄罗斯在过去依赖这条铁路向加里宁格勒提供主要工业和民用物资 在立陶宛宣布该决定之后 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秘书尼古拉·帕特鲁舍夫访问了加里宁格勒 并在那里主持了一次安全会议 他说立陶宛的行为表明俄罗斯无法信任西方 他说西方违反了关于加里宁格勒的书面协议 俄罗斯已要求立陶宛立即解除禁止 向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运送欧盟制裁名单上的货物的禁令 而国家通讯社援引帕特鲁舍夫的话说 立陶宛在西方国家的建议下 违反国际法的规范和原则 限制大量货物通过其领土运往加里宁格勒地区 俄罗斯一定会回应这种敌对行动 而且俄正在以跨部门的形式制定适当的措施 并将在不久的将来宣布 他们的后果将对立陶宛人民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就在帕特鲁舍夫访问加里宁格勒的同时 欧盟驻俄罗斯特使马库斯 埃德勒被传唤到莫斯科外交部 会后 马库斯表示 他已要求俄罗斯不要把该争端升级 并呼吁俄方寻求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一问题 他说这不是立陶宛的封锁 因为非制裁货物的过境仍在继续 立陶宛表示 他只是根据周末生效的新欧盟制裁措施 阻止个别货物过境其领土 该事件在波罗的海地区 创造了俄乌争端以外的新的对抗 随着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约 并将几乎整个海岸纳入联盟领土 俄罗斯在该地区的人员 设备和物资的运输将被严格限制 而且整个地区似乎已经做好和俄罗斯进行对抗的准备 从立陶宛的角度 由于俄罗斯从5月下旬后 已经停止向立陶宛出口原油 天然气和电力 立陶宛官方认为 俄罗斯目前除了外交制裁和有限的军事演习 没有太多可以动用的反制裁手段 不过有军事专家指出 虽然北约在俄罗斯边境和乌克兰西部边境部署的地面部队 可能对俄罗斯任何潜在的攻击产生一些威慑 但按照俄罗斯目前在乌克兰的有限战斗成果 和对普京身体状况的不确定 现在很难预测俄罗斯最终会对立陶宛和欧盟的决定 会做出什么应对措施 由于立陶宛近年来和俄罗斯外交关系降至冰点 该事件最差的结果 可能就是俄罗斯借机在加里宁格勒进行军演 然后伺机选择对立陶宛的重要基础设施进行军事打击 无论打击的广度和深度 一旦俄罗斯有一颗炮弹打入立陶宛境内 必将激发北约应急防御体系 这之后战争所涉及到的区域 可能就不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那么简单了 这也可能发展成欧洲 甚至于更广泛区域战争的导火索 最后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加里宁格勒 加里宁格勒战地约15000平方公里 北面和东面是立陶宛 南面是波兰 它距离莫斯科约1300公里 二战前 它是德国最东部的大城市 被称为科尼斯堡 二战结束后 科尼斯堡被割让给前苏联 之后为了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米哈伊尔 加里宁而更名 前苏联解体意味着 它家在两个北约和欧盟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之间 加里宁格勒的大部分食物来自其欧盟邻国 但该地区仍然严重依赖俄罗斯大陆获取其他商品 每年有数百万吨的石油 焦炭和煤炭 主要通过铁路 通过立陶宛运输 每月约有100列俄罗斯过进列车经过立陶宛 多年来一直存在紧张局势 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 当然这应该和俄乌冲突或是立陶宛的禁令没有关系 据权威媒体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前妻柳德米拉 普京纳1958年出生于加里宁格勒 希望你喜欢这次的节目内容 对点新闻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新闻咨询和时事评论 欢迎订阅 按赞和分享我们的视频 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 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视频啦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